哈喽大家好 南瓜味的油泼面你们一定没有吃过吧 葱蒜的浓香加上南瓜的清香 这道面的味道真的是独特又好吃 先把南瓜取皮切片 放入破壁机加适量的水 果蔬模式打成南瓜汁 再把南瓜汁过滤一下 这样口感会比较细腻 在南瓜汁里放入半勺盐 适量的面粉给它搅成面糊 面糊搅成这样的酸奶状 然后静置20分钟松弛一下 电饼盛里刷上薄薄的一层油 舀上适量的面糊 摊成一个薄薄的饼 在表面还没有定型的时候 撒入适量的黑芝麻 盖上盖子不用翻面 烙大概1-2分钟 表面鼓大泡的时候 基本上就已经熟了 在表面刷上一层薄薄的油 防止粘连 然后把面皮放凉 卷起来切成宽一点的条 这个面皮光亮劲道 即使什么都不放 也非常的好吃 接下来我们就把它做成油铺面 一勺盐 适量的糖 半勺鸡精 然后再来点花椒粉 适量的生抽和陈醋 适量的蒜末 香葱和小米辣 最后再来一勺辣椒粉 用一勺滚烫的热油 消出蒜末和辣椒的香味 生菜切碎放进来 会更加的清爽 搅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喜欢就收藏起来试一试吧